在这片大路中令所有人都垂涎的龙之心 却唯独被一个名为拉格纳的家族占有 只因他们身体里流淌着龙族的血脉 这让拉格纳在获得了特殊体制的同时也觉醒了龙之心 以至于他们不管是在魔力 体力 还是在剑术上都有着与生俱来的顶尖天赋 但巧合的是 身为拉格纳家族继承人的我竟没有觉醒出龙之心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教导了我二十年剑术的恩施搞的鬼 此时见我所在的玫瑰宫被彻底烧毁后 我的恩施蓝灯也摘下了他伪善的面具 拉格纳废物这个绰号真的太适合你了 提尔大少爷 天赋不好就算了 这么多年来 你居然一点都没怀疑过我交给你的剑术有问题 听到我气的肺都要炸了 原来你从一开始就以老实自居接近我 目的就是为了将我炼成真正的废物 就是为了把我们的玫瑰宫出卖给别人 怎料就在下一秒 想我太吵的蓝灯直接挥剑斩断了我的一条手臂 随后他还唉声叹气的说道 事到如今少爷你怎么还觉得都是我的错呢 在强者为尊的拉格纳 只有圣者才有资格活下来 如果你能拥有大陆第一天赋的话 那我再怎么教你都至少能保住玫瑰宫 甚至保住你那整天恳求我好好教导你的母亲 而蓝灯的话刚说完 他就命令手下拖来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那正是我的母亲 我明白拉格纳是贯彻着强者为尊败者为寇里面的家子 但欺负我母亲的人我绝对不会放过 可就在我挥起剑砍向蓝灯的那一瞬 我的心脏突然被急驰而来的利剑给刺穿了 见蓝灯公公静静地向那个人示好 我猜测他估计就是预谋这场叛变的始作俑者 在神志不清的时候 我是多么想看清那家伙到底是谁 与此同时 在我内心的黑暗深处亮起了一道数据面板 没等我看清楚上面的字样 一把利剑突然朝我的双眸急驰洗来 只见那个曾害我变成拉格纳废物的蓝灯正站在我的面前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吧 此刻的我懵逼极了 难道说这就是死前所谓的走马灯 不过可笑的是 我死后想到的居然是蓝灯曾经的样子 怎料话音刚落 在我内心深处的面板竟再次出现 并且上面显示着一个教程任务 让我用拳头去进攻蓝灯的面目 而在经过了我反复的试探后 我发现蓝灯是看不到这玩意 随即我便转紧了拳头 虽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肯定是神想要帮我在死前好好谢谢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打后的触感居然跟真的一样 没等我思索半分 蓝灯突然变得杀意十足 他的剑猛地朝我的腰部打扮 少爷我刚才应该跟你说过了 今天的课程已经到此为止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你是没办法敢在开化仪式前突飞猛进 不过我好心劝你一句 拉格纳家族就从没有使用过拳头战斗 更没有拿自己的恩师作为泄奋工具 与此同时 在周围修炼的其余人纷纷对我嘲讽了起来 不愧是拉格纳的废物 自己没天赋还要怪自己老是不行 这家伙真的是拉格纳的后代了 不会是在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吧 此刻听着这些人的杂言切语 再加上修炼场尘土的触感 以及被蓝灯打后腰部传来的痛觉 我突然意识到 这很可能不是死前的走马灯 而是死后的我回归到了 十年前十七岁的时间线上 这时那道面板再次亮了起来 由于我完成了教程任务 作为奖励 我的拉格纳天赋即将被激活 随后是否立刻领取奖励的字样便出现 我毫不犹豫选择了事 差那间 只见在我的心脏处陡然间采光四射 随着奖励派发完成 面板显示从现在开始 我的所有能力值都将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提升 看来 我这是觉醒了小说中才有的变强系统 但唯一能证明这些都是真实存在 只有跟他见了面后才知道 与此同时玫瑰宫那边 蓝灯正跟公主聊着 关于我天赋剑术方面的事情 但抛开提尔少爷在这方面挫败的情况下 我也一定会尽我所能 让他在五个月后的开化仪式上 能够超常发挥的 闻言公主塞西利亚拿出了一袋金币 那就拜托你了蓝灯 麻烦你再对我的提尔多费点心思 我一直都相信他能够成为 拉格纳最出色的见识之一 而等蓝灯走后 他的口中还不断嘲讽塞西利亚 真就蠢货才能生出大蠢货 也罢也罢 反正对我来说这都是好事 不仅有丰厚的酬劳 还有拉格纳直系血统导师的头衔 以及作为出卖提尔的情报 并妨碍他成长功劳 那位大人还会给予我未来的保障 提尔少爷啊 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了 可就在这时 蓝灯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只见我正朝着他的方向猛冲过来 不过现在我的目标并不是他 而是我的母亲 在紧紧地抱住我的母亲后 我泪流满面 母亲大人 我想你了 这熟悉的感觉 让我坚信自己真的回到了十年前的过去 面对着母亲的懵圈 我并没有过多解释 因为从此刻起我要改变未来 即便现阶段的我还很乱 但系统的觉醒 定会让我坐拥拉格纳家子的一切 甚至是帝国大陆的所有 蓝灯你给我等着瞧 我绝对会让你不得好死 时间很快来到了夜晚 此时的我正在四号训练场地 完成着系统下达的另一任务 将自身的肉体锻炼到极限 虽然我现在的心里 全都是向蓝灯复仇的想法 但凭借我这副虚弱的身体 根本没法做到 我得先让自己变强点才行 在前世 由于我的实力不足 我被安排在了 名为黑血情报组织的队伍 但这也让我有朝一日 将那里学到的知识用到现在 能够让身体得到 飞跃性成长的血之秘药 直到未来才被辨别出 真伪的秘籍术 以及曾经被我抛弃的 极限修炼法 在我拥有了拉格纳的 天赋的那一刻起 我就早已想到 要把前世没跑的全部跑完 把没能挥舞的 全部挥舞出去 这便是我对变强的绝壁渴望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修炼了快七天七夜 而与此同时 四号训练场地的管理员 依附林正坐在上面看着我 此人是上级剑士 前白甲龙骑队的副队长 在失去了左臂后 才隐退当了 四号训练场地的管理员 只见他那么的暗自导 明明是个废物 却如此刻苦修炼 他是真的没一点 拉格纳家族的天赋感 反观我看着面板上的 完成进度到了97%后 手中剑挥洒的力度 变得更大起来 我不敢有一丝懈怠 因为昨晚我只不过 是想休息一会 结果却发现 这进度条是会降低的 但这也诠释了 任务的真正含义 只有在我肉体极限的情况下 才能被完成 就这样 我在自己即将窒息前的一秒 将进度条提升到了百分百 而随着完成任务面板的弹触 一阵无力感瞬间涌丧我的全身 作为奖励我将得到龙之心 并且由于完成的快速 我将额外得到前世十年的魔力 在我即将晕厥的那一刻 我点击了立刻领取 下一秒 只见一股莫大的魔力 突然冲进了我的身体 而这一幕 也把在旁观看的伊芙琳给震着 这难道是 画面一转 我从昏暗的房间里醒了过来 在我询问这是哪里后 伊芙琳便走进来说道 还请提二少爷放心 这里是四号训练场地的休息室 但是你即便是拉格纳的后代 身体也没法经住的 你这样疯狂的训练 为此我向表示了感谢 并让他没必要给我操心 怎料就在伊芙琳 提给我水杯的那一刻 他突然就变得严肃了起来 少爷你应该知道的 在开化仪式 没进行前 拉格纳家族有明确规定 绝对不能私自使用魔力 文言我表示了肯定 这是因为在开化仪式前开启的话 会容易出现魔盒暴走的情况 那您应该也很清楚 违背禁忌的后果吗 在你失去意识的瞬间 我可是感知到 你身体出现了类似魔力的波动 莫非提二少爷 您是开启魔盒了 看来伊芙琳昨晚目睹了 我领取奖励的波动 但为此我依旧有办法应用 这一世觉醒了龙之心的我 怎么可能被一个禁忌处罚 就给难倒了 要知道 龙之心是可以储存 大量魔力魔盒的龙的心脏 这对于有着龙族血脉的 拉格纳家族战士而言 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东西 毕竟那可是成为 绝对王者的捷径 而非龙族后代的普通人 他们的魔盒所在位置 是在下腹的位置处 强行放在心脏 必将暴体而亡 就在这时 我想到伊芙琳好像是 以绝对原则主义而闻名的 他不在乎对方的实力和身份 是个绝对不会容忍 不义和卑鄙行为存在的人 同时也是因为 过于没有通容性 让他的直系导师资格 被公主给取消掉 随后我以主人的语气质问道 请问你能保证 你刚才说的都是对的吗 难道就仅凭一瞬间的事 就要立刻处局掉我吗 如果你的判断是错的 后果是你能够承担得起的吗 别忘了我手中 有着拉格纳的第一继承权 伊芙琳文言低头表示 这都包含在原则内 但不管他是否会因为误判被处击 现在必须给我做检测 而随着伊芙琳的手中散出魔力 在我下腹的位置 竟没有产生共鸣现象 也就是说 在他的眼里 我并没有觉醒出魔盒 下一秒 只见伊芙琳顿时就跪地 请求我赐他意思 我承认是我的一时误牌 我愿意用我卑贱的性命 作为赔贵 而伊芙琳之所以没发现 当然是因为龙之心 可以根据持有者的意志 进行隐藏 也就是说 我可以随意地隐藏我的魔力 在人类可以使用龙之心这一点 也是在这几年后 才会被发现 所以伊芙琳当然不可能发现 我觉醒出了龙之心 此刻看着他我若有所思 让伊芙琳欠自己一个人 情倒也不错 在后面除掉蓝灯后 或许能排上用场 有什么好赔罪的 你只是做了 你应该做到是罢了 而且愿意赌上性命 去向上尉之人探求真相的 又有几个能做的 干得漂亮伊芙琳 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 在这几天里 我依旧被蓝灯这老地灯乱焦着 从站姿到灰剑 无不让我感到变 于是为了摆脱这一处境 我想到了一个好资 只见我突然将修炼用的剑 给折成两半 你教的东西太垃圾 我一点都不想学 还有就是 凭你这点实力 是怎么当上终极剑势的 反观被我嘲讽的蓝灯 顿时怒气上冲 特么有种给老子再说一遍 怎么 听上瘾了呀 我特么说 你纯粹就是连低等魔物 都打不过的废物 还有就是你被解雇了 现在赶紧从我的视线里滚出去 闻言蓝灯拿出 合同的期限作为要求 他不承认这唐突的解雇 我则是回应道 要多少赔偿老子赔你 赶紧给我滚 而我的目的也很明显 就是想要把蓝灯给甩掉 再找机会调查 他背后到底是谁在指使 与此同时 系统面板给我派发了 另一个新手任务 那就是打败蓝灯 结果在我还没向他 提出以决斗的胜利 以此来决定是否被解雇时 伊芙林就率先开口了 你们就用拉格纳的方式 解决恩怨吧 这是没必要闹到 怎么可能打不过我这个废物 这个主意不错 还是得让我这个直系导师 来教教少爷怎么做人 那好 提尔少爷和蓝灯你的决斗 定在一周后 地点就在4号训练场地 之后我便找到了伊芙林 询问他为什么要擅自 给自己做决定 文言伊芙林担心地说道 既然您选择了 跟他断绝关系 那就要断得彻底 因为蓝灯背后的人会帮他 就算你解雇了也没用的 而再询问了伊芙林 我才知道 原来他在看到蓝灯 一直教我一些奇怪的建筑 就做了调查 这才知道不为人知的事情 那家伙的雇主是东百宫的人 果然没错 跟前世一样 还是因为那个 让人厌烦的权威竞争 真恨不得把那群家伙 全都撕成碎片 不过伊芙林也让我 没必要去担心胜负的问题 因为这期间 他会全力帮我的 虽然我越过蓝灯 教你建筑有为道理 但他没资格 带着拉格纳直系导师的头衔 画面一转 时间很快来到了决斗这点 看着我和蓝灯 站在了四号的训练场上 在旁的人 也是立马说三道四了起来 纷纷决定 最多三个回合 就能分出胜物 毕竟我可是被家族公认的 拉格纳废物 怎么可能打得过 等级在终极剑势的蓝灯 在战斗前 蓝灯一脸见兮兮的说道 如果少爷您能诚恳道歉的话 之前的是咱们一笔勾销 可不要为了一昧的自尊心 赌上信物 听到我回应这句话 应该是我说的才语 如果不想变成独臂见识的话 现在就老实点接受辞退 蓝灯此刻的眼神里 散射出了杀气 在遇到这件事后 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背后的雇主 对方给了新的任务 在与我对决中装城失手杀掉 而且这场对决律法庭并不知道 所以就算出现了意外 蓝灯也不会被过分追究 作为师傅的一方 蓝灯表示他可以把主动权交给我 让我率先出击 既然你那么想给自己找继日的话 那我就成全你了 随着我们彼此渐渐的激烈碰撞 三回合早就已经过去了 这瞬间就把刚才嘲讽自己的家伙给探傻 到底是怎么回事 拉格纳的究极废物 怎么跟终极箭矢打得不可开交 与此同时 蓝灯边对决还边嘲讽我 怎么回事啊少爷 难道连自己都瞧不起的终极箭矢都招架不住吗 虽然蓝灯承认最近我的实力的确提升了 但打败他根本不切实际 殊不知在经过了将近三十个回合对拼后 蓝灯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一个废物居然把他的攻击都被打了下来 就在他思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 我严肃地询问道 到底是谁指使你来接近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被人派来故意叫我垃圾课程的 眼见蓝灯迟迟不敢做出回应 我便替他回答了 是东百宫对吧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 听罢蓝灯整个人都麻木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计划做得如此惊喜 居然还会出现漏洞 反观我则是抓住他发愣的瞬间 决定让他先尝尝失去一条手臂的滋味 而在斩掉蓝灯的手臂后 我将前世他对我说的话如数凤还给了他 事情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那都怪你这个虚假的终极剑术太弱了 在强者为尊的拉格纳 只有胜者才有资格活下来 就这样我亲手了结了蓝灯这条狗命 完成了系统新派发的任务 同时由于存在超额完成目标的情况 我被提供了额外的奖励 殊不知就在我点击接受的那一刻 在我的头顶上空突然传来了一阵莫大的沙语 连马铺都扎不明白的 却每天都要干三十万个俯卧舱 用剑挥砍一百万次 最后再在睡觉前冲刺一个无氧一百公里 只为有朝一日能打败教育我二十年建树的事 原来这二十年来他受人委托一直教我奇怪的建树 导致身为最强家族拉格纳继承人的我沦为了家族的效果 如今重回一世 我的首要计划就是先取了蓝灯这条狗命 最终我也是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 先斩下了他的一条手臂 再砍下他的脑袋拿去喂给魔物吃 把前世对我所做的一切如数奉还 而由于系统任务的超额完成 让我不仅激活了洞察之眼的技能 还给了我一年才能修炼提升的魔力 可就在我思索洞察之眼有什么用途时 一个莫大的沙翼突然出现在我的头顶上空 在此人落地的瞬间 训练场地当即碎石飞溅魔力四十 等回头看后我才惊奇地发现 来人居然是拉格纳家族九龙之一的魔龙 现役白甲龙骑队的队长尤里乌斯 他为什么会在这 不对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观看这场对决 与此同时 场外的观众也被惊出了一声恶憾 他们自然都清楚魔龙的实力所在才会这样 反观依附林泽很是头疼 特么你个尤里乌斯 就不能正常点走进训练场地吗 害得我后面又得收拾保养 一般九龙突然现身的原因只有两个 魔族入侵或者家族范食 可这里既没有魔物又没人惹事 尤里乌斯不应该来才对 怎料就在下一门 尤里乌斯的神情跟遥控式的秒切换 紧接着他还边用手大力地拍我的背边夸道 好你的皮尔 你的手段还真是痛快又心狠手辣 我愿称你违背次之王 但转念一想尤里乌斯又觉得不妥 毕竟蓝灯的所作所为活该被处死 不过这些都不是尤里乌斯来此的意图 他来是要邀请我加入到自己率领的白甲龙骑队 此话一出瞬间引爆了全场的氛围 什么情况 尤里乌斯大人居然邀请拉格纳的究极废物进他的队 开化仪式不是还没开始吗 这未免也太冒风响了吧 的确 在没有开启磨合的情况下 尤里乌斯根本就无法确认我的潜力 毕竟有的人天生剑术出色 但却魔力低等 怎料对现场人人都垂涎的邀请 我却是只说了三个字 我拒绝 这可把尤里乌斯给整尴尬了 随便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此地 很快这件事传遍了拉格纳的大街想象 曾经一度瞧不起我 他们对我的称呼 逐渐从拉格纳废物转变为了提尔少女 同时这件事也传到了东敢宫那边去 只见此刻的公主艾米尔头都大了 这下真出事了 那废物居然杀了兰登 今后的计划可怎么办 文言站在身后的人安抚到不必担心 毕竟兰登本就是虚假的终极剑士 此人是艾米尔的哥哥埃德特洛伊万 并且还是九龙之一的抗龙 但其实艾米尔担心的并不是兰登的死 而是对决后产生的连锁反应 现在不仅是魔龙相中了那废物 就连伊弗林也亲自教他见爽 已经不能再给他派新的导师去妨碍成长 如果提尔开始展露头角 或许我们占领玫瑰宫的计划将变得更慢 说吧门外突然有人走不进来 他是艾米尔的儿子厄西温 我的母亲大人 家主塞西利亚是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就关注那废物 艾米尔则解释道 你们知道在不惹怒家主的情况下占领玫瑰宫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儿子弄成窝囊废 厄西温摆了白手 我们的计划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魔龙和伊弗林本就对弱者比较关心 就算他们再强也不可能把废物练到棘手 殊不知他的狂妄却引来埃德的怒视 厄西温我警告过你 对任何人都不准轻率过度 特别是对有着拉格纳血脉的 好了好了 侄子我知道 但既然你们这么担心 那倒不如我先过去玩玩 让那废物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斤几两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伊弗林的第一堂剑术课刚刚结束 随后他疑惑地询问他 与其让我当你的剑术导师 何不直接加入白甲龙骑队 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自然拒绝只是我的一面说辞罢 要知道 前世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加入到白甲龙骑队 考虑到开化仪式第一名的奖励 就能实现愿望 那现阶段进去的话 未免也太损失了吧 我不能放弃向所有人展现 我真正实力的记录 伊弗林师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拒绝有理无私大人 当然是因为我还不够过 伊弗林只觉得有点好笑 毕竟他曾经的队长 看人的眼光就从没错误 而为了了解洞察之眼的能力 我对着伊弗林使用了 下一秒 只见除了他的三维外 其余信息都十分准确地 在系统上显示了出来 这项果然很有用 今后绝对会在很多地方用上他的 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叫住了我 他说他是南部检查站的西比尔德雷 有一件重要的是 想找我探讨探讨 我看着此人的长相有点凶悍 以防万一还是对他使用了洞察之眼 结果竟发现这家伙 居然对我有着强烈的憧憬之心 特别想与我对练一次 最后系统还给我派发了 最后一个新手任务 摆脱掉拉格纳废物的头衔 可西比尔说话还真是不够脑子 直接当着我的面说 他之前非常认同 我拉格纳废物这个绰号 但在看到我展现出 不俗终极剑士的实力 都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后 他的态度变了 提尔少爷我至死都将追随您 是你的出现 才让一度自暴自弃的 我重新燃起了斗志 所以还请名给身为 南部废材的我一个对恋的机会 若是换作以前的 我或许会怀疑这家伙的真心 但在洞察之眼之下 他的情况我一览无语 除此之外在西比尔身后 还有大批跟他有着同样心思 看来在我打败了蓝灯 以及受到有理乌斯大人 青睐的传闻传开后 那些曾经不认课我的家伙 基本都管了 对我的态度转变为了静态 这还真是意料之外的事 现阶段就有这么多人 愿意追随我 在成为拉格纳家主之前 我的确也需要一些支持我的人 还有就是我得趁今天的这次机会 赶紧把这最后的新手任务给完成 而在得到伊芙林的同意后 我便答应了与西比尔的临时队列 随着西比尔率先持剑发起进攻 我先是以防守的姿态 试探他的实力究竟如何 可他未免也太过度贬低自己了 不仅速度快 挥砍的力度还相当足 这实力他居然自称是南部的废台 卷 只见在我全力的挥砍下 西比尔直接就被我击飞到了数十米台外 同时在无法继续战斗的情况下他投降了 此刻看着剑中反射的自己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玩的 那便是对着自己使用洞察之一 随即一到关于我的面本 就赫然出现在了我眼前 紧接着系统还传出另一信息 由于我发现了自身能力值 今后我的能力将会以数值的形式标记出现 而我的才能区域还有四个空文 也就是说我的极限将远超我的想象 只要今后继续完成系统派发的任务 多亏了龙之心和前世的魔力 现阶段我的魔力相当高 只是这运气之未免也太显眼了吧 居然被盗了负四十七去了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自己是不是被下了诅咒才导致这样 但这也直接地表示 前世我运气之所以倒霉的真正原因 得赶紧找到提高的办法才行 与此同时 伊弗林看着自己徒弟的成长很是欣慰 不仅亲手打败了终极剑士的蓝灯 即便这家伙的水平属于终极中的最低 而且还得到了大队长魔龙的认可 这可谓是天狐的开局 要知道 在以强者为尊的拉格纳反应只有两个 其一是冲净 其二便是嫉妒 而聚集在这里的人无异不是在诠释着前主 他们都对提尔少爷产生了冲净之心 反观我则是准备继续开始对练 我太想要知道完成最后的新手任务后 我将会得到怎么样的态度 殊不知就在我打败了接下来的对手后 我竟发现到了一个特别的动性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老子的称王之路 必将海阔天空一帆风顺 明明前一天还是家族人人唾弃的废物 可在今天我却成为了他们崇拜的对象 纷纷前来跪求一个能与我对练的计划 原来在我打败了蓝灯以及得到魔龙的官方认可后 我在拉格纳的名声开始大造 这才有了今天这么多愿意致死追随我 毕竟强者为尊乃是拉格纳贯彻千年的礼物 再加上我有着拉格纳家族的继承权 这种选择对弱者来说简直就是天狐的开局 而就在我觉醒了系统的能力之后 我突然惊奇地发现 只要打败一个想跟我对练的人并得到他的认可 我的运气值就会得到增加 就这样我便决定开启狂刷模式 将这里所有崇拜我的人都对练个别 看看能不能至少把运气值拉回到里面 顺带把那陪伴了我遗失的称号给摘除掉 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虽然运气值确实如愿以偿得到了提高 但战斗了将近20次的我 任务的进度条居然才涨了1% 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 刚刚被我打败的人已经打从心底开始崇拜我 看来我得找那些瞧不起我的 甚至是更强的对手才行 就在这时 在我前方突然传来了排斩沉重的踢踏声 那这回就轮到我来向你请教请教了 看到他的瞬间我只感到惊奇万古 其余的人更是被对方的气势给震住了 此人名叫维灵顿那西奥 是北部四军之一的银狮子 出生名门亦是名副其实的剑术天才 我来此 是想在开化仪式前领教下拉格纳的剑术 还请第二少爷原谅我的冒昧 文言我先是对维灵顿使用了洞察之眼 却发现对方并无丁点的恶意 他纯粹就是听闻我是星剑黑马 才特地来找我对练的 抛开能不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 能和北部四军对练即便是输 也能让我清楚自己现在的实力究竟在何种地步 而随着我们相识一笑后 当即便在同一时间内挥出自己的权力一击 我原以为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 怎料下一秒的爆炸就抹灭了刚才的想法 等烟尘散去后 围观的人皆是震惊万分 万万没想到以我现在的实力 居然挡不住北部四军一回合的攻击 不过其实这也说得过去 毕竟北部四军可是开化仪式最被看好的实习剑士 是我输了 我的剑断掉的瞬间我就知道结局了 维灵顿摇了摇头 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 只是你的剑太久了 并且在没跟我打之前还对决了那么多场 所以综合因素下应该是我输了太多 而在我与维灵顿的互相谦让中 也让我感觉到他很可能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希望下次我们能来一场宫廷的对决 好的 一言为定 由于得到了北部四军的认可 新手任务进度条也是瞬间增加了5% 幸运值也提高了10点 果然维灵顿真的很强 既是天才又是努力型 这一事我通过系统和前世的记忆确实变强了很多 但在与他健身碰撞的瞬间我不明白 我距离能在开化仪式拿到第一名的实力还差得远 就在这时 维灵顿说他这次来找我还有别的事 随后他递给了我一封邀请他 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去参加交融会 文言我表示交融会可是很有名的 像我这种人肯定没资格参加的 听到维灵顿连忙挥手否决 你在说什么风凉话 对于拉德纳血统的人来讲 这又不是多了不起的句 无非就是在开化仪式前庆祝小爸 我实在想不通维灵顿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但交融会是以恶西温为中心的小团体 那里有很多瞧不起我 最适合拿来给我完成任务 正好还可以趁机观察东百宫和恶西温的动向 所以自然我没有拒绝这份邀请函的理由 那这玩意我就拿走了 到时候记得顺路过来揭笑我 维灵顿听后哈哈大笑了几个 你还真是懂得好我的羊毛啊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都可以来问我 与此同时在玫瑰宫那边 在得知我收到交融会的邀请函后 母亲立马忙碌了起来 她叫来了家族里最好的礼服定制是 健壮我一脸的猛逼 母亲大人您这是要干嘛 塞西利亚则超兴奋的贴近说道 听说你收到了交融会的邀请函 这句会可是那个狡猾的艾米尔儿子恶西温 和像维灵顿这种天才聚集的地方 甚至就连元老院也对交融会感兴趣 所以你的打扮行为举止 绝对不能被那些人抓到把柄 说着说着塞西利亚便亲自拿起卷尺测量我的三维 我知道你在礼节方面完美无缺 但穿着和教养是两码事 所以这方面我会帮助你的 别忘了妈妈以前可是演员出身的 听到这里我的心像是被家子狠狠夹住那般的脑 我的身份是低贱的数字 母亲一直心存惭愧于对我的这个标签 可这明明就不是她的错呀 随后我对母亲说道 有我这么个窝囊的儿子 你一定很辛苦吧 塞西利亚文言立马忍不住哭了出来 妈妈其实都相信你会成功的 才不是别人口中的拉格纳废物 我知道这是只有母亲才会对我说的话 但在彻底的砸掉交融会之后 拉格纳废物这个称号将拥有从我的身上消失 时间很快来到了半个月后 今天便是复宴交融会的日子 维灵顿早早就安排好了马车在城门外等候 怎料下一秒再见到我时 他直接进来了 你真是提尔吗 这装扮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似 维灵顿你就别开玩笑了 这是我母亲安排的 赶紧上车吧 在那次对练之后 其实维灵顿每天都会专程来跟我一起训练 我们的关系也开始变得亲密了起来 只是有一点苦为依福灵 明明一开始为了我才重新开始收赌力 现在倒好 不仅得多教我刚收的小弥地 就连别的家族的人也要掺和进来 而在行驶的过程中 维灵顿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 这次的邀请函 其实是厄西温托我转交给你的 甚至为了迎接你 他还特意准备了有趣的节目 对此我只是笑了笑并无过多的回应 看来维灵顿还不知道厄西温跟我的关系 非常恶意 画面一转 我终于再次来到了这该死的东百宫 也是指使蓝灯妨碍我的成长 最后吞下玫瑰宫的幕后凶手所在的地方 这是维灵顿告诉我 厄西温说的节目会在入口处进行 我清楚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毕竟厄西温之所以会派维灵顿来邀请我 不用想我都知道是因为我最近的名声开始大走 他肯定想要打压下我的气势 但老子怎么可能会认你宰割呢 我要让你明白什么才叫做全方位的营鸭 就在这时 我发现在头顶上的窗户处出现了类似系统的蓝光 难道说东百宫里有任务吗 其料就在我思索之间 身后的维灵顿突然大喊到响心 下一秒 只见在我所带的位置顿时炸开了白色的肥鸭 好在我反应迅速及时躲闪 这才没弄脏的母亲亲自为我定制的脸乎 看着维灵顿怒气上冲 他这是想为我打抱不平了 好你的厄西温 那么这就是你说的有趣节目吗 给老子滚下来解释一下 见状我再次对他使用了洞察之眼 确认了他跟厄西温不是一伙的 而随着我抬头望去 果然会做出这种事的只有他 欢迎光临 拉格纳的废材 这种特别的招待仪式应该是你最喜欢的吧 结果我接下来说的话 却让厄西温足足震惊了两分半 谢谢你这么大费周章的给我举办欢迎仪式 我很期待今天的聚会 只见厄西温露出了一某邪校 看来许久不见 你变得更有趣了呀 而等我们走进聚会的现场时 周围也是立马叽叽喳喳了几个 厄西温到底在想什么 居然邀请这种废物来参加神圣的交龙会 我猜厄西温是故意的 他这是要这废物来当跳梁小丑 维灵顿文言替他们向我道了钱 他们平时都不是这样的 我回应道没关系 这么多年来自己已经习惯了 反倒是我要好好感谢下厄西温的邀请 显然维灵顿不明白我最后一句的意思 他的神情有点萌圈 就让在座的各位在猖狂猖狂 等会有他们好受的 这时厄西温从楼上走了下来 怎么样废物 这场聚会还满意吧 可即便是赤裸裸的嘲讽我依旧要忍住 必须按照原计划进行 当然啦 以后有这种聚会没必要让维灵顿转交给你 直接来玫瑰宫找我就行 随后只见厄西温搂住了我 刚才丢面粉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但我好像只记得你是在向我打招呼 此话一出 厄西温直接猛的大力拍我的背 我的好天啊 这么久不见 你居然变得如此有趣 我真越来越喜欢你了 周围的人见状纷纷觉得 我是在低头拍厄西温的马匹 毕竟就算同属拉格纳 也是有等级划分的 突然 维灵顿的脸色逐渐难堪了起来 因为有人故意去触碰他的逆铃 严格来说维灵顿的出生也是数字吧 还真是跟拉格纳的废物是天生一对啊 可殊不知我在等的就是这一刻 我要让维灵顿认为 接下来我所做的一切也在帮他的成分在 于是我告诉厄西温我要离开一会儿 我得学你跟现场的新朋友打打招呼 随后我静止走向了一个 依旧还在喋喋不休讨论数字话题的家伙 拿起桌上的酒瓶 朝他的脸门直接就抡了上去 见他还想反抗我 又是灵门一脚直击下来 特么说谁是废物呢 数字的身份是招你惹你了吗 别忘了 你们家族只不过是我拉德纳的看门口罢 说罢我猛的一摆 将他的骨头给掰成了两截 那些家族等级跟他差不多的人在看到后 纷纷被震慑在了原地不敢乱动 更是被我的一举 谁也想要跟我打招呼下的冷汗直冒 与此同时 我的任务进度条直接飙升到了58% 并且还在持续上涨中 怎料就在下一秒 我的脖子被四把利剑给围住了 刚才我伤的是他们的少爷 所以他们要让我以死谢罪 结果在我强烈的威压下 他们连剑都快要拿不稳了 反应过来的他们瞬间意识到不对劲 他们这是惹错人了 本还想道歉祈求我的原谅 可留给他们的却只剩脑袋落地 干得不错呀伊福林师傅 而伊福林之所以会过来 当然是因为他实在放心不下我这个徒弟 他曾是恶西温的师傅 自然最清楚这家伙的性格 并且昨天魔龙也跟他聊过 还带了件白甲龙骑队的正式服装 他表示自己真的很看好我的前面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 毕竟蛟龙会都是些血气旺盛的狼仔 难免会有一场恶战发生 反观此时的伊福林很是差异 你怎么知道我跟过来了 直觉 我回应他就两个字 不过我并没有欺骗他 只要拥有龙之心的拉格纳 第六感就会变得相当的敏锐 早在我上了马车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了伊福林一直卡着距离紧跟在我身后 但同时伊福林也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我果然是在隐藏实力 这时我询问伊福林 若是在座的人侮辱了继承权者该怎么处理 伊福林的眼神瞬间变得凛练 根据家规 展力决 但大家都还是些没有参加开化仪式的小朋友 就每人砍下一条胳膊就行 伊福林在领导命令当即踏步冲出 他按照我的要求 把那些侮辱过我的人全部给予了断臂触环 而由于我只针对那些谈论血统 这让同样拥有继承权的恶西温根本无法阻止 很快伊福林完成了任务 同时我新手任务的进度条也是来到了百分之百 随后我在走前向恶西温摆了白手 多谢你的款待 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 如今新手任务全部结束 今后拉格纳废物的称号将不复存在 并且我还得到了经验值万龙了 但今天最大的收获 当属是我把维林顿和伊福林都拉拢到自己身边 今后对我的称王之路必有大大用途 等回去后 小迷地在得知蛟龙会被我给彻底砸掉 也是特意给我举办了一场庆功派对 反观恶西温可就惨了 此时他正被母亲进行着巴掌叫了 所以你是给那个废物提供了借口 让他把你的手下打成了中毒残废吗 都叮嘱过你千万不要小看那家伙 现在不但没打压住气势 还让他反倒变得更嚣张了 再这样发展下去 霸占玫瑰宫的计划迟早得泡汤 恶西温本还想解释一番 但换来的却是艾米尔的无情克制 现在赶紧给我滚回去好好反省 而等恶西温走后 埃德便再次安抚到不必太过担心 他觉得这反倒是件好事 玫瑰宫那里虽然都是些废物 但一直以来都靠着家主撑腰很难攻占 不过现在他们有个合理的借口 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他 如此一来玫瑰宫将失去继承权位 自然就算我们吞掉东百宫也没人会否 艾米尔觉得可惜 便询问需要准备多久 埃德则是吃笑一声 按现在的时间开始算 代不令应该要送到了才对 你就等明天早上睡醒的好消息吧 赶紧去泡个澡美美的睡上一觉 这是我特地从南部火山地带 给你带来的香油香草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韦林顿郑重地表示自己将在今后与我共镜头 原先家族是让我和厄西温搞好关系 但现在我的想法不一样 于是趁着这个机会 我便请求韦林顿能帮我一个忙 只见我拿出了一张纸条并说道 如果我跟厄西温的权威竞争变得白热化 在那一刻请你出手帮我 我知道在未来 韦林顿将会成为他家族内西奥的家主 实力强到能跟拉格纳五五开 所以必须趁现在让他彻底成为我 反观韦林顿一点犹豫都没有 他接过我递出的约定 既然我都已经决定跟你共进会 那自然你的事就是我韦林顿的事 可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铠甲踢踏声 而来人 正是律法厅的律法剑客 提尔拉格纳 我们以恐吓 危险 暴力引起内乱的嫌疑前来抓捕你 我犯了一个要被禁帝三个月的罪行 可在能接下父亲一招就能赦免的情况下 我却果断选择了拒绝 因为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不公平 若是我获胜 除了赦免外 我还必须要额外的补助才行 时间回到律法剑客 拿着逮捕令出现的那一刻 提尔拉格纳 我们怀疑你故意制造家族内乱 现在正是带你回去律法厅进行审问 所有人见状皆是亚麻呆住 唯独我淡定的上前粗略的一看 讨讽这群家伙可真是猴挤 这逮捕令连墨水都还没有干 不过我没有任何要反驳的意思 我示意让律法剑客给我戴上手铐 毕竟这后续的发展将关乎到 我是否能攻破掉东北宫 而在走之前 我点头示意了夏威灵德 同时他也是心领神会地 看着手中的纸条 要知道 这里面的内容将会是我的必杀招 画面一转 很快我就被律法剑客带到了律法厅 至于审问我的则全是九龙的人 其中有魔龙尤里乌斯拉格纳 抗龙埃德特洛伊万 剑龙奥沙拉格纳 以及元龙沃尔夫拉格纳 同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元老院的长老 可经历过前世的我知道 沃尔夫很重视血统 他肯定会厌恶我这种出生是术 果然在我主动跟他打招呼后 沃尔夫连正眼都没瞧我一眼 随后 沃尔夫将我在蛟龙会的罪行 陈述了个遍 他表示都是我惹出的蠢祸 让上次被我打过的附属家族 全都吵着要脱离拉格纳 所以这个后果必须由我承担 他绝对不能容忍 让拉格纳家族名誉扫地的事情发生 文言我点了点头 您说的确实一点都没错 当时我就不应该宽恕那些 侮辱拉格纳继承权威的人 得砍掉脑袋而不是只砍掉手臂 他们是臣子 君主给了他们荣誉和领地 可他们却反过来要威胁君主的性命 难道不应该就地斩绝吗 对此尤里乌斯相当认可我的发言 这样下来最终对我的惩罚将大大减轻 而在沃尔夫和埃德的差异中 见龙奥沙发话 我能理解你想要表达的歧视之道 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拉格纳是很巧 但领地并不大 如果我们不去聆听家臣和歧视们的声音 最后拉格纳面临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前世他从没对我产生过敌意 但是你明明知道玫瑰宫的下场是会那样 随后我询问具体我会被如何成果 沃尔夫直截了当地说 三个月的禁谷令 由于在两个月后就是参加开化仪式的日子 所以我不同意这个判决 文言奥沙给了我建议 那就是让我等明年的开化仪式 届时被我弄伤的那15名孩子也会一同参加 此时的埃德得意极了 先前在还没开始审问钱 魔龙就替我求过情了 但换来了 依旧还是我必将错过今年的开化仪式 推迟开化仪式在拉格纳可是见不明欲的事 让如此不明欲的人代表玫瑰宫几乎微乎即微 那自然而然 他们就有足够的手段吞下玫瑰宫了 反观我则是毅然决然要提起上诉 只是我清楚上诉后的结果 可不仅仅是三个月禁闭的侵害 魔龙他肯定帮我求过情 此刻除了埃德露出一嘴的坏笑外 其余九龙皆是错愕不已 尤里乌斯更是询问我知不知道上诉代表着什么 当然知道 以我的一己之力 根本不可能抗衡15个家族的事 自然我是知道的 但如此一来战争就会上升到另一层面 在势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 双方就会用代理战的形式进行一挑一决斗来分出胜负 尤里乌斯听罢则对我有些失望暗自导 作为被告的你代理只能选择自己 反观东百宫最差也会派出厄西温这种剑术天才 那你最后的下场必输无疑 难道你是以为伊弗林和我会替你代理出战吗 简直荒谬极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代理战对我来说只是诱饵罢 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 现在维林顿和伊弗林应该已经完成我的任务 并且拿到足以搞垮东百宫那群家伙的绝对证据 其料就在我以为事情会按我的计划发展时 意外却突然出现 只见此刻我身后的门被赶来的人打开后 身处高位的九龙皆是丹西下跪以表敬礼 没错 拉格奈的家主亦是我的父亲凯尔他居然来了 我实习剑士提尔 向伟大龙神的献身致意 与此同时系统谈出了一个剧情任务 任务要求得到东百宫 并找到关于他的秘密 见状我想起在上次参加蛟龙会时看到的蓝光 我真是疏忽 居然把这件事抛到脑后去 看来东百宫的确有什么猫腻存在 但现在还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现在我得先想办法应付父亲才行 儿子你起来吧 我在路过时偶然听到关于你的事情 情况好像还很复杂 所以你确定要通过代理战进行二审了 我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父亲闻言沉思片刻后 就说到我不能为自己代表出战 于是便想让我选出一名能替代的人选 毫无疑问父亲这是想要测试我 那我就如你所愿 我没有所谓的代理人 这场对决只能由我自己出战 虽然我清楚我输的可能性相当高 但不是事怎么知道 你儿子我就是要选择宁死不去 此话一出 父亲当即仰天大笑了起来 大伙听见我儿子说的话没有 没有比这更适合拉格纳继承人说的 老子很喜欢你的态度 所以身为拉格纳主人的我决定考验考验 若是提尔你能接下我意见 我就赦免你的所有嫌疑 你没有拒绝我的理由 现在马上到外面来 突然 凯尔身后传来了反对的意见 家主万万不能如此草率啊 这是因为埃德清楚 如果我能扛下那意见 就能成为得到家主认可的继承人 虽然我知道提尔肯定撑不住的 但凡事都有个意外 所以他必须阻止家主这个决定才行 作为家成 我的确没资格插手两位的父子情 可按照规矩 怎料他的话还没说完 父亲只是一句话 就让他瞬间锁了下来 看来你对我的判断很有意见 我明白了家主 一切按照你的安排进行 随后父亲更是看向了台上的魔龙 因为从刚才他就一直在那里笑嘻嘻 而他也是乱说一通 当然只是因为太久 没看到家主感 还行啊 对此父亲自然懂他的心思 但现在得先办好正事才行 怎么样儿子 我的这个决定里没意见了 而如今计划都在 往不可逆的方向在发展了 那我当然就得顺从此等天意 可殊不知 我回应父亲的竟是拒绝二字 文言他瞬间愣住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对我来说讲成的结果不够公平 若是我获胜的话 我要得到更丰厚的奖励 毕竟父亲您的实力可是大陆最强 怎么能跟代理战的人相提并论呢 文言父亲便询问 我想要增加什么奖励 我则是一脸邪恶的回头看向埃德 我要东百公 这可把埃德气的肺都要炸了 巴布的现在冲上去把我撕成两半 反观沃尔夫则是觉得我过于傲慢 最终只会引火上身 可对于父亲的性格 我拿捏的可谓是死死的 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既然想当继承人 最起码也该有这种胆量才行 那现在就跟我来吧 老子要亲自考验 你是不是有这个资格